欸也沒問題 好再來是等級3的喔 歡迎收看我不柯拿鐵頻道 我今天要去玩誰歐皮疙瘩我要活下去 如果還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啦今天要來分享一個非常有趣的BUG 是玩家提供的就是有觀眾說 如果今天用凱莉這個角色 然後裝一個天使背包的話呢 會發生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背包會跑到臉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而且怎麼會有那麼詭異的BUG啊 好總之呢今天就來測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完成第一個條件 他說要用凱莉嘛 好我就稍微畫一下凱莉 好這是凱莉 然後我就給他穿最基本的服裝嘛 再來呢 他說要有個背包 這背包 我有 這之前抽的 他說要裝這個暗影之翼的背包 好暗影之翼它有三段嘛 然後我今天就裝這個暗影之翼的背包 再來我們要到訓練導 訓練導航就可以撤出來了 這個現在FIT5的BUG是有點多嗎 怎麼會用那麼多BUG 上一集我來分享說那個 武士刀就是 眼鏡神來把 竟然會 不會顯示 就是你放後面不會顯示 好我們現在來背包吧 我們先試一下 等級1的 黑天使背包 好沒問題 再來等級2的 誒 也沒問題 好 再來是等級3的喔 哈哈哈哈 這什麼鬼 哈哈 太詭異了 為什麼 為什麼會變這樣啊 這個遊戲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凱莉的臉上會變成 變成翅膀 卡在臉上呢 這個真的很詭異耶 好可怕喔 好 等一下我想一下 現在這個什麼狀況 那我們 一個盔甲 等一下應該有可以裝盔甲 我先去一下別的地方 測一下 我們到這個交易廳也會嗎 也會 他也會 看起來有點嚇人耶 看起來有點嚇人 他有沒有覺得我臉怪怪的 他有沒有發現我臉怪怪的嗎 哈哈哈哈 我臉怪怪的 他幫我加油耶 哈哈哈哈 他有沒有發現我臉上一頭魚 一頭翅膀 超詭異的 好 現在我這是凱莉嘛 然後我現在換回來呢 換回來二級包 二級包也沒問題嘛 就是三級包出問題啦 好 我們試一下別的角色 我換覺醒凱莉 覺醒凱莉是正常的 好 我們看一下覺醒凱莉是正常的 我們換一下其他角色 好 我現在是用斯凱依爾 好 斯凱依爾是正常的 好 達莎的話呢 三級包也是正常的 好 我現在用的是克魯啊 克魯三級背包也是正常的 卡洛琳 卡洛琳是正常的耶 好 我已經不知道可以試什麼角色了 基本上來講 好像只有凱莉會出這個問題耶 米莎試一下喔 先試一下元老級的 米莎也沒問題啊 好 我們最後試一下夏娃吧 夏娃也正常啊 看起來 真的是只有凱莉收到詛咒耶 夏娃也正常 這是什麼詛咒啊 臉上長翅膀的詛咒 真的是只有凱莉會遇到這個狀況耶 凱莉很可憐耶 一級包 二級包 三級包 就三級包出問題 好吧 我最後試一下到經典模式會不會喔 我現在進去裡面應該也是啊 哈哈哈哈 真的也是耶 你們看 而且我現在有戴 二級頭盔喔 然後也是耶 臉上卡的這個羽毛 哇 在這幹嘛 對啊 也一樣啊 卡這個羽毛 超詭異啊 好 我們直接出去吧 好 所以就是現在凱莉受到詛咒 一個新的BUG 好 上次分享的是 武士刀的那個傳說之蛇BUG 就是 他放到後面不會顯示 顯示那個塗裝 就是可能會變原本的武士刀 好 這個BUG的話 就是有玩家留言說 凱莉裝了暗影之以後呢 到訓練島他的翅膀會長到臉上來 我現在試一下啊 如果是正常模式會不會這樣 這樣如果也是也蠻奇怪的啊 來吧 我們試一場那個經典模式看會不會 好 來囉 有點緊張 我這場不會把他打完啊 就撤一下而已 好 我們來看一下吧 哈哈哈哈 太可憐了 凱莉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凱莉 被包長在臉上了啦 這個真的很慘 臉上長一個翅膀 太詭異了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就是 不想讓人家認出他是誰是不是 這比口罩還有用啊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嗎 沒有戴口罩 然後把那個背包拿來當口罩的概念啊 好吧 這個到時候大家再測試看吧 看有沒有遇到這個狀況啊 現在真的是蠻可怕的 現在的臉是正常的 下來後臉就正常了 我先看可不可以拿到三級包好了 啊 我可以用放賣機買啊 四枚代幣欸 可以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這樣子對凱莉啊 好可怕喔 這樣看起來很可怕的 臉上長背包 沒有敵人 怎麼會有 啊 啊 啊 直接收掉 哎哎 我遊戲動不了 盪機了 手機盪機 我剛剛遊戲DOWN掉了 我看了一下 OK 來按錯鍵 喔超麻煩的 結果 這個遊戲出BUG 然後我的錄影城市也出BUG是怎麼回事 我現在是用iPhone12 Pro Max 我剛剛錄影城市出BUG 整個遊戲DOWN掉 我重開遊戲以後又連回來了 然後趕快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我想說看一下 莫名其妙會不會這樣就可以吃雞 剛剛竟然沒有死掉 我剛剛DOWN掉以後呢 人在毒圈裡面 這我現在開始卡了耶 啊完蛋了啦 我覺得我現在的手機可能有問題 手機可能要重開機 我現在的遊戲開始卡了 有沒有 很盾嗎 有沒有看上面那個數值 正常數值要維持在17啦 現在盾盾了 現在37 就是 哇 就是卡盾 跟我上次直播遇到一樣的狀況 哎 哎 怎麼會有人打電話過來 哎怎麼會有人打電話過來 什麼鬼 這什麼狀況 哎 哎 我不是吧 我不是調那個嗎 勿擾模式嗎 我調勿擾模式 電話打得進來 太詭異了吧 太詭異了吧 可惡 哇賽 這場 這場真的太詭異了 凱莉出BUG 然後我現在我的手機也出BUG 勿擾模式耶 我現在iPhone的 勿擾模式基本上電話打不進來 竟然打得進來 這場打完後手機可能要先重開機 我是想要測一下 這個BUG 然後能不能吃雞這樣而已 隨便玩一下 現在網路很奇怪 他的PIN子有點不穩 所以我現在玩起來卡卡的 等一下哦 不知道說完 哇 有人有人有人 補倉 補倉一個 超卡 樓上 他有凝膠夠多 這個看可不可以把他炸死 在樓上 靠近一點 這隻死角應該打不到我 哦呦 前面有一個人 先不管他 我把這個炸死 炸不到 再一顆 哎 怎麼炸不到 下來是不是 也沒有 先回去先回去 哇塞 給他縮圈縮左後方 前面一個 那個鼓倉該要下來了 縮圈啊 你們要出來啊 你們 哎 拿錯槍 我拿錯槍 一個被毒死了 OK 收掉 哎呦 前面有人 剩兩個 可惜 我現在玩起來就盾盾了啦 這品質很不穩 拼一波 一定要先收一個 凝膠也太多了吧 這個凝膠也超多耶 他死幾個凝膠是不是 被打他一堆凝膠了 另外一個來了 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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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哎呀他被毒死了哪一招 最後一個 哎可惡 他這樣有凝膠 哇哇哇哇哇 給你拚了 給你拚了 去哪裡 還想要補包流是不是 哎吃雞了耶 哈哈哈哈 這個詭異的造型 我是說實話 我現在真的很卡 我剛剛 剛剛盪掉以後就開始盾了 盪掉之前是正常的 遊戲大概應該是維持在17 PIN值應該在17 到時候大家應該看重播啦 應該在17啦 只是後來重新連線以後呢 整個手機就很 盾盾卡卡的 六殺 哈哈哈哈 他這場人數不多啦 不過我可以用這個奇怪的造型吃雞也蠻妙的 好暗影之一 我現在很多玩家呢 應該是想要戴這個背包帥帥的吃雞 結果沒想到呢 三級包後呢 那個暗影之一會卡在臉上面 變成不帥的吃雞 人家會覺得很奇怪 這什麼造型啊 好這個其實不是什麼造型 這是BUG 給大家看這個背包 只要你有這個暗影之一對不對 到等級3的時候你裝在身上 不管你在什麼模式啊 現在這個版本會有這個BUG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修好 我應該會跟光芒回報啦 那我到訓練島給你們看一下吧 你們現在只要到訓練島然後用凱莉 剛剛前面測其他角色不會 現在就凱莉中了這個詛咒 可怕的詛咒 叫做臉上長 長翅膀 哈哈哈的詛咒 好歡迎大家幫他取一個外號啊 你們覺得這個叫什麼投資呢 幫他取一個特別投資吧 在影片下方留言啦 然後這個問題跟這BUG的話呢 我會再詢問光芒看什麼時候會修好 在之後的影片或直播會跟大家分享 非常特別用這樣的方式吃雞啊 不過這其實沒有檔視線啦 然後是沒有太大的影響 只是外觀看起來不帥而已 欸會用的雞蛋頭就正常了 好今天遊戲玩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哪天影片 可以幫你喜歡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如果你要遇到什麼BUG的話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那今天遊戲玩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哪天影片 可以幫你喜歡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遊戲介紹FeedFive攻略引擎情報 隨著我的Twitch、IG、粉絲團、搜尋五公分的阿鐵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 掰掰